今夜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基督复活了。 有一阵子都没有录影片,主要是因为我去俄罗斯办教会的事情,还有在那边发展传教。 有一些人在问我,在正教国家还需要传教吗?那边神度不够吗? 那边有那么多的教会,教堂,有那么多的信徒,实际上很不够。 实际上连信徒都受不到足够的关注,因为神父非常少,然后在神父们的培训方面也有不少问题。 所以在那里,其实苏联那种维吾论,还有之后的那种消费主义,都展现一个历史很远很远的一个社会。 所以在那边非常需要传教,尤其是年轻人。 年轻人,他更难理解基督的讯息是什么,他更容易被马门拉走。 今天我要谈跟这个相关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自由。 我们在基督信仰常常提到自由,我们需要属灵自由。 但是在世俗的哲学,还有社会讨论,政治方面,也是常常讲解放,讲自由等等。 这个主题很大,但是我今天要讲出一些核心的内容。 因为当代的社会看起来好像越来越自己觉得有自由,实际上越来越想努力。 我们一步一步一步谈论,首先我们讲,从文艺复兴以后,慢慢开始推广政治方面的自由。 政治方面的自由,也就是所谓的民主。 首先在英国推翻专制,王制。 之后有工业革命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又推翻法国政府,法国大革命。 反正就是,今天不讲历史。 主要我们要谈所谓的政治解放。 政治解放是什么?也就是所谓的人权的问题。 百姓得到了所谓的人权。 这个人权它是什么?其实它是假的。 它是投票的一个权利。 它也当然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方面。 但是它导致什么? 其实它导致人个别化。 就是它开始以自己为单元。 就是它不在意整体。 它会认为只有我们这些人有一些观点。 有一些人有另外一些观点。 然后我个人的观点怎样。 所以这种的所谓政治人物, 它是一个个别化的一个单元。 所以它会怎样考虑? 它首先会个人的兴趣,自我中心,自我利益中心为出发点。 它会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最高的标准。 它不在意传统。 它不在意传统。 或者是一个大的目标、国家等等。 这些对它来讲越来越外在。 它原理这些。它梳理。 所以这些所谓的赞成。 就是什么都要赞成。 什么国家、什么组织都要赞成。 赞成看起来就是好像分配不同的角色等等。 实际上它产生各种争论。 它里面有很多的劳动。 然后人被梳理。 被单元化。 变了很多的个体。 所以没办法避免一直争论。 如果这个是真正的那种制度。 实际上很快发现没有所有的自由。 政治自由。 很快会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 从幕后 掌握资源 控制整个社会。 看起来是投票什么的。 实际上 用宣传、用媒体、用经济。 有各种手段。 背后有一些霸主在操作。 实际上这个不是什么新的现象。 我们在福音就看浪子的比喻。 浪子它就是不要跟爸爸在一起。 他不要在原本的家。 他要拿到自己的部分。 然后自由的去生活。 那他其实很快就是浪费了他的资源。 很快就变成要服侍一个霸主。 一个那种外地的霸主。 所以变成他的奴仆。 跟那些猪一起吃那些猪要吃的食物。 过得很痛苦。 所以实际上 那种人被单元化了。 不要神。 不要听从。 不要服从神。 他要自己搞。 他就会导致那种下场。 各种压力。 经济压力。 那种被洗脑。 那种媒体的影响等等。 他没办法避免。 这个就是所谓的政治性的解放。 所导致出来的。 跟属灵的自由没有关系的。 完全没有关系的。 甚至是相反的一个现象。 所以那种情况。 那种社会它有两种下场。 一个下场就是真的是无政府主义。 然后大家就是战争一直争斗争斗。 就像十六世纪末。 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的战争。 就是差不多那个状况。 就是一个大家在战争。 另外一个下场就是所谓的立位坛。 也就是大政府主义。 就是大政府他会把你当作一个螺丝。 然后大家因为有他的那种压力。 所以他不会互相争斗争。 但是他也完全失去自由。 也就是那些独裁的那些政府。 或者是不是独裁的。 但是就是大政府。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 那种所谓的政治解放它就是一个步骤。 它就是一个步骤。 它导致什么? 它是它最后会导致现在正在发生一种人自我解放。 也就是人要从自己被解放。 从自己的人性被解放。 什么意思? 也就是人他会不要顺从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自由选择他的性别。 可以改变性别。 或者有好几个三十多个不同的性别。 可以选择。 或者是任何那种人的道德。 他都要从里面被解放。 甚至基因改造。 他不喜欢他的什么样子。 他觉得他要修改自己的基因。 他可以改。 这个现在快要开始了。 人他觉得自己的理智不够。 所以他要人工理智帮他处理事情。 他们希望可以跟电脑合在一起。 你的头脑你的理智跟电脑合在一起。 变成那种半机器人。 所以那些事情都是。 他们会说这个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个是科学的发展。 必定要往那边发展。 也就是像之前说。 必定要维吾消费主义的那种发展。 这个是必定的。 这个才是一个唯一的那种人类发展的途径。 那个都是欺骗。 其实是堕落。 越来越堕落。 所以那种人自我解备解放。 或者是超人主义。 它是导致人根本变得不像人。 它反对自己身上的神的肖像。 它更彻底反对抵抗神。 要代替另外一个东西。 占领神的位置。 也是占领神肖像的位置。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反基督。 就是那个野兽。 所以人完全失去自由控制。 比如打电动。 现在已经有这个现象。 人已经开始打电动。 他失去自己。 他已经是在里面。 已经剩下什么? 剩下他的一种野蛮的渴望。 他要抓东西。 或者是他要杀别人。 或者是他要玩。 或者是他要扮演什么国王的角色。 什么的。 他就是完全脱离一个真实。 也是在这种虚幻里面。 寻找一个假的自我。 除了这个假的自我, 也没有其他的。 他已经失去他的自我权力。 所以这个基本上比较像被魔鬼抓住。 所以这些东西跟自由其实是相反的。 。 我们谈属于自由。 我之前也提过。 我们会谈不隶属这个世界。 不跟从自己的欲望。 有内心的平静。 跟完全自主。 你完全可以控制你在思想上。 你的使命。 你跟随神。 你跟随基督。 这种完全的意识。 完全的责任。 所以。 当然这个是很大的主题。 但是希望今天就是。 弟兄姐妹可以体验。 体验一下这个彻底的不同。 就是。 属灵自由。 你越来越像神。 神的肖像在你身上被写明出来。 神的荣耀被发挥出来。 但是你走向那种释放。 你反而会越来越努力。 我们记得就是。 那个浪子比喻。 他不只是变得那个霸主的努力。 就是从经济来讲。 就是那个霸主在控制他。 他也变得自己的肉欲的努力。 他就是浪子。 他放纵。 他没办法解释。 所以。 那种所谓的政治方面的解放。 跟放纵。 那种解放。 其实是走在一起的。 然后两个都是堕落。 所以。 你们不要太相信。 或者是太乐观。 接受那种动不动将自由。 解放什么等等。 因为这个。 基本上。 会。 要你。 反对神。 离开真神。 离开道德。 离开德性。 我们。 我们。 呃。 要学习。 在自由。 呃。 一方面维持自由意志。 一方面爱上神。 听从。 服从他。 他。 他。 聆听。 他。 对我们的。 呃。 教导。 接受他的使命。 实践。 实践他的意志。 遵守他的使命。 这些都是。 都才呃。 带来生命。 带来真实的自由。 带来救恩。 圆。 基督的恩典。 基督的复活。 的力量。 临在。 弟兄姐妹。 每个人身上。 爱命。 基督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爱命。